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A18 Pro处理器的竞争 对于这个消息 其实并不意外 随着联发科 苹果的下一代处理器数据陆续曝光 从骁龙8金4此前泄露的数据来看 想要在竞争中取得优势并不容易 以联发科为例 早在4月份就有消息称 天机9400将会延续基金的全大核设计 为用户提供强大的性能支持 而苹果的A18 Pro 虽然目前曝光的传统性能数据并不算出色 但是苹果一直在暗示A18系列处理器 将更多的专注于AI功能的提升 比如A18 Pro就被曝光 已经重新回滚到设计阶段 苹果正在对这颗全新的旗舰处理器 做更多的调整 以增加神经引擎的内核核心数量 让A18 Pro在AI性能上 可以与上一代处理器有着显著区别 显然 骁龙8金4的重新设计 与A18 Pro曝光出来的信息 有着不少关联 不管是高通还是苹果 两者显然都希望 可以在AI领域取得更多的优势 近两年以来 手机芯片的性能涨幅超过了许多人的预料 以骁龙系列为例 骁龙8金1到骁龙8件3的性能提升 已经接近200% 从Deekbench 6的测试数据中 可以看到骁龙8件1 是单核性能减为1229 多核性能则是3828 两年后发布的骁龙8件3 已经将性能提升到单核超过2300 多核超7400的水平 即使在实际使用中受到功耗 散热等限制 实际单核性能也在2200以上 多核性能则在7000以上 而在此前曝光的数据中 骁龙8进4的单核性能为2845 多核性能则高达10628 相较于骁龙8进3 在多核性能上的进步非常明显 但是单核性能的提升却不及预期 与苹果A18 Pro曝光的单核3500得分对比 共是有着明显的差距 为了尽量弥补单核性能上的差距 爆料人称高通重新设计的骁龙8进4 将会把目标频率定为4.26GHz 根据此前曝光的超大核主频为4.3GHz来看 Jeffrey猜测重新设计目标频率的应该是大核 考虑到骁龙8进4将回归骁龙自演的 全大核架构2超大核加6大核 那么新版的骁龙8进4将会是一个 采用2×4.3GHz超大核 加6×4.26GHz大核设计的大宝贝 预计重新设计后的骁龙8进4 在多核性能上还会进一步提升 有网友猜测最终成品的理论多核性能 可能会超过11000分 但从纸面数据来看 骁龙8进4即使对比骁龙XDLIT也不遑多让 后者作为一颗PC处理器 在Deekbench有中的单核跑分为2774 多核跑分为14254 这还是得益于比骁龙8进4多50%的核心数 如果将骁龙8进4放到 最近两年的移动PC处理器中做对比 你会发现其性能已经相当于 2023年第一季度发布的i71360P 在ARM处理器的疯狂内卷下 PC端与手机端的处理器性能 似乎已经走到了一个历史性的交汇点 虽然骁龙8进4 天机9400和苹果A18Pro都尚未正式发布 但是战争的硝烟气息已经开始弥漫 众所周知 AI已经成为下一代智能手机的核心 AI性能在某种程度上 其重要性甚至超过了传统运算性能 对于多数用户而言 目前的旗舰处理器在传统性能上已然过省 而AI性能却方性微爱 对于旗舰手机而言 AI性能已经成为竞争的核心 而手机Soft的AI性能往往由三部分决定 CPU、GPU和NPU 其中NPU的占比最高 同时也是最难在设计中途就进行修改的 因为NPU与CPU、GPU等传统运算核心不同 其并非简单地靠核心主频来提升、降低性能 而是更多地依赖于架构优化和核心数量 这就不难解释 为什么高通想提升AI性能 却没有选择改动NPU 而是选择了曲线救过的方法 转而提升CPU的整体性能 前面我们提到 AI性能是三个运算核心的计算能力总和 虽然CPU在排位中低于NPU和GPU 但是却充当着系统中枢的作用 一方面 CPU可以通过异构计算将部分性能提供给NPU进行辅助计算 另一方面 足够的多核性能也让CPU可以更快速地分配任务 动态协调整个系统的算力 随着AI在手机系统中的占比越来越多 在日常使用中系统需要同时调动的AI功能也随之增加 如何更好了分配这些任务 也会成为需要考虑的问题 故此 我认为高通也是在有意推动手机SUX的多核性能上涨 以此与苹果的A18 Pro形成鲜明对比 因为后者受限于单核性能过高所导致的核性功耗问题 选择了降低多核性能的方式来保证整体功耗在可控范围内 如果苹果A18 Pro的性能如之前曝光的一样 那么仅在多核性能上 骁龙霸近似就有望明掀起20%以上 在面对多任务需求时的表现会明显优于A18 Pro 毫无疑问 今年的手机市场将迎来一次制的变化 高通 联发科和苹果的角力 将会让今年的旗舰手机在AI性能上与前代有着断层般的差距 配合手机厂商在AI上的法力 可以预见异常手机市场的风暴 已在酝酿之中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你看好笑容8G4挑战苹果M4和A18系列处理系统 欢迎和我们交流互动 想了解更多数码资讯 记得关注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